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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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機遇的時刻 這是機遇的時刻 機遇機會是一個很特殊很獨特的一扇門 你知道嗎 上帝為我們已經敞開了非常多的大門 就像我們第一天所分享的 歷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從來沒有像這樣子 中國人可以去到各個不同的種族 透過生意 透過經濟 在很多的國家有很多的教師他們都在教中文 在英國很多的有錢人他們專門請中國的保姆 因為他們很期待邀請了中國的保姆 就可以教中文讓小孩子說中文 所以這些有錢人他們已經為他們的下一代預備好了 所以他們的想法就是 在未來我的孩子長大講中文是非常關鍵的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刻 這時刻就是為了很多的機遇 去嘗試 就像這麼偉大的時刻 上帝也在呼召祂的教會 上帝呼召祂的教會要去到萬國 所以這個萬國是在世界的各個部分 所以這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種族 是完全在我們的國家之外 所以在第一天晚上的時候我跟大家分享 你還記得我分享 我們要跨出自己的舒適區的盒子 所以當這個機會上帝為我們預備的時候 上帝不是把機會帶到我們舒適的盒子裡面 而是我們要跨出去 所以這個機遇不是機會 不是降臨在我們的舒適區裡面 所有的夢想所有的挑戰 從神那裡來的總是在那個盒子之外 In our risk zone 所以在我們所沒有想像的那個領域裡 It's the dimension where we need to depend on him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需要依靠神 It's the dimension where my experience is not enough 所以這也告訴我們我們自己的經歷經驗是不夠的 This is the dimension with my money is not enough 所以我們的錢也是不夠的 My capacity, my abilities are not enough 我的自己的責任,我的能力是不夠的 It's like a learn to walk over the waters 所以這就好像學習我們如何要行走在水面上一樣 This opportunities who are coming to us It's the dimension of the supernatural opportunities 所以這樣的機遇擺在我們那裡 是引導我們看到那超自然的領域裡面 所以這樣的機遇向我們展現的是行神即歧視的機遇 How many of you you want to see the glory of God in your own life 在這裡有多少人在你自己的生命當中 你能看見神的榮耀 How many of you do you want to be a servant of God 有多少人想成為神的仆人 This is a time of opportunity for you and for me 這就是這樣的時刻,偉大的時刻 是為了你我而建立 But remember the opportunities will not come inside of our own boxes 請你們記住這樣的機遇和機會 不會來到我們自己舒適區的盒子裡面 All these opportunities are coming in other dimension 這一切會來到不一樣的領域當中 Believe in, believe in, I'm obeying 就是我們相信和順服 It's like in a bicycle 就像我們騎自行車一樣 You keep the balance 你要保持平衡 When you are beginning, when you are believing 所以你就會相信 And you are obeying 然後你會順服 相信 順服 相信 順服 順服 And the balance will come like something natural 你要明白 這平衡來自於那個不超自然的領域裡面 But what church the Lord is calling 但是怎樣的教會是上帝呼召的呢 What means the Lord is calling the church 所以上帝呼召怎樣的教會呢 You can see here like a building 你看到沒有,教會我們通常認為 就是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Or can be some other place where we have some Christian meeting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基督教的一些會議 Maybe the Lord will The Lord is calling this building 上帝在呼召這棟建築物嗎 Is the time of opportunity for some building or institution like this 所以是這個機會是為了這樣的建築物所預備的嗎 Is a building Is a religious institution 然後是宗教的機構嗎 No 不是的 The church is a group of people 教會就是一群人 是一群人 這群人領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hurch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我們講到教會 我們講的是人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o bless nations We are talking about to bless people 我們講到說要祝福萬邦 我們講的是要祝福那些人們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o be missionaries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我們講到宣教師 我們講到的是人 Always everything is about people 所有的一切都是關乎人 When the Father loved in John 3.16 When the Father loved the world 圓案福音第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mountains 並不是講到一座山 Or rivers Or buildings 並不是講到某樣建築物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在講的是人 And today we are talking about 7.5 billion people 我們講的是710億的人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我們總是不斷地在講人 为了这样的缘由 我们并不是只来到教会里面 在我们彼此我们会这么问 你去哪间教会 我去的是敬信会 我去的是五旬节灵恩派教会 这常常在基督徒之间会有的教谈 明天我要去教会 什么是教会 我们在想的是好像神在呼召这样的教会 教会不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地点 什么是教会 你能告诉我什么是教会吗 什么是教会 什么是教会 什么什么 我并不是很能清楚 他说什么 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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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教会 我们就是那去到各处的教会 上帝在呼召人 有可以预理名字的 有姓氏的 有姓氏的 有手机要吗 是人 因为人是教会组成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圣灵的地 我们就是在活着的教会 这就是上帝要呼召的教会去影响这个世界 人 你知道很多基督徒 他们对去教会的这个概念是 他们去教会总是照着自己的旨意 我有很多的问题 我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现在 星期天或者其他的日子 我要去教会 去三字教会 家庭教会 我要去聚会 这是神的家 这是我要遇到神的地方 我要跟神面对面 我要进入神圣寺 我会被他的同在触摸 当我来到神的家 我会像一个盖子 是圣洁 是圣洁 因为我是教会 最后 聚会结束 我回到家里面 我回到我的工作里面 我的大学 我的学生 然后我从教会里面出来 然后我从教会那个边界一出来 然后我就去到了现实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活在黑暗里面 然后我现在在神圣洁的地方 在聚会的当中 在教会那圣洁的地方 然后我回到神圣洁 我现在要到黑暗的世界里面 我需要去接触这个社区 我需要去接触这个社区 然后我就关上了 然后我去接触这个社区 然后我进到社区里面 然后我下次又去接触这个社区 因为我来到教会了 因为我来到教会了 然后我去到工作里面 然后我去到教会 然后我来到教会当中 我这一生啊 过了好多年 因为我们总是带着自己去教会 但是当你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 你明白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就是那24小时 每时每刻的教会 我们在工作里面 我们是教会 我们在路上我们是教会 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是教会 在家庭里面是教会 也同时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 庆贺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并不是去教会的 我们就是教会 当然我们会聚在一起 为了要庆贺耶稣 从神的话语里面 得到启示学习神的话语 但我们就是教会 所有的时刻 神在呼召祂的教会 我们是教会去到各处的教会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会讲使命 我们会讲到说 关于那些去拆派的人 如果你两年前来到这个经会里面 你可能会记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让我们重新开始记忆 我要向大家展示 什么是神的目的 在宣教式的里面 但并不是只要看我们 中国的兄弟们 在全世界的行业 并不是拆派 因为我们基督徒 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做生意 但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教会 他们去到各处去祝福万族 好吧我们一同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运动 我们讲的教会 我们讲到传福音 我们讲到宣教 我们讲到人去拆派人 去接触人 从这边开始分开来 从这边开始 这一边的人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动作 从这个走廊的那边的人 我们来做这个动作 一起来做 转向这边 转向这边一起来 现在 中间的部分 那边到那边 就走廊的中间的部分 两边走廊中间的部分 然后我们把手搭在别人的肩膀上 不要放在他的肩膀 就是这样的动作 不要搭在肩膀上 就好像你在走一样 从这边 走廊走廊 对分开 然后你转向那一边 转向那边 然后展开手 展开手 闪开双臂 OK 所以那边的是我们在拆派宣教士 拆派这群人 你会参 명式 所以你们要接受 你们要领收宣教士 拆派 所以我们不断地在拆 p 所有人都转如 所以每一个人都动起来 这是拆派 拆派这些人 去接触他们 我们再来一遍 再来做一遍 跟着我 这些人 拆派人 去接触人 我们要更精细地一起来说 我们再讲人 拆派人 去接触人 并不是停留在这里 所以现在你们领受了救恩 所以你们要开始继续祝福 现在你们要开始拆派全教室 你们要转过来被拆派出去了 所以你们对着他们敞开你们的双臂 所以我们会再次转回去 等一下 我们先从那边开始 你们先转过来 转向那边 中间的全部转向那边 所以我们会先从那边开始拆派 然后这边开始领受 然后再从这边开始拆派 然后你们要转过你们的方向 然后我们会继续反复 好的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是人 去拆派人 祝福结束他们 我们会拆派人 去接触他们 然后再继续送 我们再去拆派他们 去拆派他们 去接触他们 去接触他们 我们继续拆派人 快点 然后接触这个世界所有的民族 成就大使命 Amen Amen Now after this exercise you can be seated 所以这个运动之后 大家先坐下来 在练习之后 大家先坐下来 You know 你知道吗 When the Lord is calling us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This is not the gateway camp idea 这并不是 gateway营会的想法 This is not the idea of your pastor 这也不是你牧师的想法 This is not the idea of some institution or organization 这也并不是某样机构的想法 The calling we are receiving from the Lord This is not just a good program It is not just a good program It is not just a nice option It is not just a nice option It is not just a nice option The calling we are receiving from the Lord The calling we are receiving from the Lord The first is God's idea It is His idea It is His idea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o evangelize the nations 我们讲说传福音给万民 关于宣教 关于如何去传递到整个世界 我们讲的是那去到各处的教会 这并不是一个很隐秘或者很聪明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来自于神的宝座 这个想法是关乎神永恒旨意里面的部分 这是神的想法 因为这是神所带出来的 这是神的 这是神的兴趣 所以这是神的兴趣 带领我们进入到这里面 这不是祂的想法或者神的 不单单是神的想法和兴趣 这同样也是祂的倡议 祂发出这样的倡议是因为祂在呼召我们 这是神的目的 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也并不是神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提议和倡议 祂呼召我们进入到大使命的原因是因为这大使命就是永恒的目的 今天早上 安吉亚牧师分享她家庭的见证 非常地触动我 一个一个的他们来到主的面前 透过了祷告的大能 她总是在呼求神说 神啊 你记得你对我的应许 同样的方式 你领受了耶稣 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人也在为你祷告 肯定的是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有很多人在为你祷告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样的荣幸去接触他人 因为这是神的目的 当然他有他的想法 神有他的想法 他呼召我们了 他呼召我们 他一定会供应我们 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成为那大分收 大使命的部分 所以我们讲的是这是神的 在神内心的一个提议 那个倡议 所以昨天我们提到使徒行状第一章的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 上帝要把新的放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神要带我去哪里 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梦想的 他给我们新的跨出的一步 我们可以停留在我们所知道的领域 但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就像门徒的那最后一天就像我们昨天所分享的 所以当他们把自己的期望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所以你要复兴以色列家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罗马的政权里面脱离 能够得自由呢 你会在这个时刻做吗 耶稣就说 这时刻我不知道我唯独父知道 但是你要在圣灵里面 你要得着能力成为见证人 在耶路撒冷 犹大 权利 撒马利亚 直到世界的尽头 耶稣并不是回应了他们的期望 这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我们自己关乎自己生活生命的期望 但是现在是神的期望在我们的生命里 所以在今天这云会的最后我要问神 每一个在这里的人 你跟我 所以我们要跟祂的期望连接 记得 记得 记住 记住这个 主啊 我要 主啊 我要 我要成为你期待我成为的 主啊 我要做主啊 我要做你期望我去做的 这才是真实的生命 这才是上帝带给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机会 但是关于耶路撒冷 犹大 权利亚 杀马利亚 知道地极代表着什么呢 耶路撒冷代表的就是我属于我的 属于我的一切 属于我自己的期望 我的梦想 所有的一切我都掌握其中 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的 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总是做我自己的方式 我是基督徒 但是在我自己独特的里面 是的 我想服侍神 这只能透过我自己的条件 耶路撒冷 你知道吗 这都是在我自己的生活方式里面 这是我做基督徒很舒适的条件 我不需要做任何的牺牲 我可以继续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去教会 敬拜耶稣 但是却没有做其他特别的来服侍神 对我来说这很简单 我所知道的 我所有的 这都一切在我自己的手掌心掌控当中 但是呢 你要明白 你要开始进入到犹大全地 哦 犹大全地是代表我所知道的 哦 对我来说很熟悉 这并不是我自己独特的区域 哦 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啊 哦 你可能从来没有去看医院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呃 你可能知道教会里面有些人去医院会为人祷告 然后你对那个同工说是的 我可以有一天跟你一起去医院为那些生病的人祷告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尝试 对于你来说这是可以发生的 你知道吗 在犹大全地的里面 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可接受可行的 这是我们可以接纳的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普通的合乎常理的 所以这只是信心的那一小步而已 哦 主啊 我服侍你 我可以付一点小小的代价 但是耶稣也在这里讲到说要去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哇 撒玛利亚 对于犹太人来说撒玛利亚是无法接受 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那种关系 纠葛在那里 因为这纠葛就是我们拒绝撒玛利亚人 你们就像一群狗 你们没有任何的价值 你知道吗 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坏到极点 有一天我们门徒从那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经过 然后撒玛利亚人对他说你们不要来 你们不要来 你们只管走自己的路 耶稣的门徒很生气啊 嗯啊 他们非常的失望 他们非常的生气 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在讲耶稣的门徒 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想法 你知道吗 主啊 这些萨玛利亚的村庄他们并不接到我们 你知道吗 这些萨玛利亚的村庄他们并不接到我们 你知道吗 这些萨玛利亚的村庄他们并不接到我们 主啊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我们可以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村庄的人全部烧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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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国人 好阿根廷人 但是耶稣却讲的是好萨玛利亚人 你知道吗 可你能想象那个犹太人四心裂肺吗 耶稣把好萨玛利亚人摆在他们面前 你知道吗 当耶稣讲完这些 你知道吗 当耶稣讲完这些 那些门徒他们就停在耶路撒冷 你知道吗 那些门徒他们就停在耶路撒冷 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很多的事工 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但耶稣对他们说 去萨玛利亚 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 但是 我们可以去世界的境中 但不要萨玛利亚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从第一年到了第六年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顺服 最后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 有一个极大的逼迫来了 耶稣对他们说 去旺帮吧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一 第一八节就说了 但是这些门徒没有顺服 逼迫就来了 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第一节 耶稣说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说 最后他们顺服却是在《使徒行传》的 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第一节 在《使徒行传》中 还是因为逼迫来了呢 最终终于有一位门徒去到撒玛利亚了 他的名字是菲利亚了 他就是菲利亚了 菲利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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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神经其实就随着他 你知不知道吗 最后那个教会的在高位的就要见他 他们看到那神的恩典 所有的神经是随着菲利亚 当那些使徒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第一次 超六年之后 他们开始在每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传福音 撒玛利亚代表的就是 这不可能为我预备的 我没有钱耶 我没有那个时间 我才不喜欢这个民族 我很年轻 我老了 我不喜欢 我任性 当我们这么说 就像以赛亚第六章 哦 主啊 我就在这里 哦 主啊 就在这个营会 哦 我在这里 拆捡他 主啊 我在这里 但是你拆他去吧 不要拆我 我很忙 我不能做这些 我不喜欢 哦 我不喜欢 你知道吗 这一切就代表着你的萨玛利亚 但这样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对主说 主啊 并不是关乎我自己的梦想 我自己的期待 而是关乎你的 阿们 最后到达了世界的地级 你知道吗 世界的地级代表的就是我所不知道的范围 世界的地级代表的是超乎我自己想象的 是超越这一切的 你可以看得到这些吗 两千多年前 当耶稣讲这些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的人们 在那个年代的人们 他们所认知世界的尽头 尽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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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班牙 西班牙 在印度 另一头就在印度 您可以想象 在那时候 如果yrante人说 彼得說我們可以去中國 彼得說我們去中國 中國 阿根廷 美國 嗶 沒有 世界的盡頭 世界的盡頭就是在西方亞 另一邊就在印度 就在某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世界的盡頭是你所自己認知的 超越這一切 你知道嗎 我不是在講地質學地理學 我在講的是各種不一樣的機會 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方式 我們在講的是宣教士被拆派出去 我們不是在講說要到達哪個國家 或者去哪個城市 我們看到這一群人 就像開卡車的人一樣 你知道嗎 在世界千萬百萬百萬的人 你知道嗎 在世界有很多的藝術家 還有很多的政客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種族 他們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上帝要使用你在社會的各個不同的層面 有些人在吸毒 在上癮的这些 讲的可能是在公益跟腐败的层面 可能在环境的层面 可能是人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故 不同的层面 所以上帝在呼召你进入到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方式去服侍他 是超乎你自己想象的 在大使命的里面 总有一个地方是为你预备的 你知道吗 当我们拆派宣教的家庭的时候 对父母来说学新的语言是有难度的 你知道谁是学语言学得更快的吗 就是他们的小孩 三四五六岁 你知道在这么多的地方 那些学三四五六个月 他们就成为了他们父母的翻译 当妈妈去超市买东西 他带着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在那里给他翻译 上帝总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使用我们 哦主啊我在这里 猜浅我吧 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是可以被猜浅 上帝要使用你在关键的地方 在关键的时刻 去触动触破那些关键的人 你知道在每一个城市都有那些关键的领域 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是讲到的是 他们总是在聚集在沙罗莫斯街那里 这是他们那些社会上的人 他们总是会聚集的地方 那些使徒们总是每一天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就在那个gate 就在那个大门 沙罗莫斯大门那边 你在使徒行庄里面会经常看到提到这个门 在你的城市里面哪个地方是关键的 是重要的地方 你就为这个地方来祷告 可能在你城市的某个购物中心 可能是某一个购物商场 可能是足球场我不知道 在有关键的时刻 有那个大型的运动 有大型的庆典 当人们聚在一起开始庆祝的时候 有那些不同的庆典在那里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去传扬福音 就是那关键的人 我们可以把那些关键的人物的名字写出来 我们不是在讲那些名人而已 我们在讲的是每一个人 只要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信了耶稣 他就可以去影响他人 开始做你那个祷告的名册 把那些关键人物的名字写在上面 可能是政府里面的官员 开始不断地为他们祷告 就像Andrea 牧师为他的家人在祷告一样 我肯定你一定会看到神迹发生 我总是把一些总统的名字 放在我的祷告单子里面 我把我的祷告清单里面写了很多关键的人物 就是把那个教宗的名字写在上面 And the Lord is opened the door for me to preach to all them 所以上帝打开这些门 透过这些不断地为他们祷告 The Lord will surprise you There's something beyond you can image 在你的里面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上帝要透使用你在奇妙不同的方式里面 这是关乎机遇的时刻 我们可以做决定 我们可以做决定 继续做我们平信徒 还是我们用上帝给我们这把钥匙打开一个新的门 好不好 我们一同站立起来 I want to finish with some story very interesting 我又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作为分享 In the...In the year...330...before Jesus... 在公元前330年 A great conqueror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那个伟大的征服者 He went with the... His ships to...to the coast of Phoenicia 他带着他的舰队开到了金尼斯 And he arrived with a very small army Very few soldiers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军队是不抢大的 In their own ships 就在他自己的船上 When they arrived to the beach in the coast 當他们开到战场的时候 They saw all the enemies the Phoenicians They were a triple of them More than them 他们看到金尼斯的船只军队 是他们的三倍 And all his soldiers They were very discouraged 所以当他的士兵看到这些的时候 他们就很...很失落 It's impossible 他们觉得不可能的 They will destroy us 这些敌人一定会摧毁我们 所以我们赶快地上船回家吧 It's impossible This battle is impossible 这场战役没办法打赢的 And this Alexander the Great This man 亚历山大大帝 Suddenly 他做了一个决定 He put fire in all the ships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船全部烧掉 And all his soldiers They saw to the sea And they saw What happened with our ships 那些所有的士兵 站在岸边 看着那些海边的船的时候 發生了什么 所有的船只全部烧毁了 What you did Alexander What you did 亚历山大你做了什么 And he said 他说 I put fire in all our ships I put fire in our ships Because now we have not the option Return is not an option at而Okay 所以现在我们连回去的机会 都没了 It's not more of any more possible to return home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回家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征服这些仇敌 我们要打胜战 你们连想失败的可能性 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机会就是打胜 他把他的船全部上 亚利桑大帝对他的士兵说 我们会回家 当我们会开着我们敌人的船回家 我们会得胜 我们会开着我们敌人的船回家 最终他们获得了胜利 神把这样的机会摆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的船给烧掉 有些国家他可能会说把回头的桥给烧掉 因为烧掉了回去的那座桥 或者那些船我们就没有机会回去了 在今天这最后的一晚上帝在邀请我们 烧掉你的船 烧回你的船 烧回你的船 别再回去了 别再回去了 不要只是在于你个人的生命才得满足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新的战场 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得胜 谁会对神说 我在这里 使用我拆迁 我已经预备好 我可以被拆迁 我愿意付上代价 我愿意付上代价 带着你的火热 带着你的热情 我所做的每一样的牺牲都是我的荣幸 每一样的牺牲 是我的荣幸 关乎着你放在我里面 那个对福音的火热 Oh 耶稣 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刻了 你明白 那个决定 决定会带来 会带来那个荣耀 Oh 主啊 今天晚上 就是灌顾我们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敬拜 Oh